然后咱们再来看吧 对于当前这个任务 咱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些假设 也解释了一下 点到直线的距离 咱们该怎么求 接下来这句话 就是我们的支持相机的核心了 其实就是支持相机 你后面可能越往后 它难度越大 后面的东西 你能不能听得懂 完全就取决于这句话 你能不能理解 所以说大家现在就得竖起耳朵 好好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要干什么 回归到我这个问题的本身 要越胖这个边界吧 再看最后一眼这样一个图 然后我说什么 我说现在我要找到一条直线 找到一条线 或者是对应找面 都是几围咱们就不管 也就是说对应 我要求出来我的一个W和B 求出来我的一个决策边界 让它干什么 使得离我们这个决策边界 最近的那个点 为什么是最近那个点 因为最近的那个点 决定于你这个边界 它的一个胖瘦是能有多大 要使得离我边界最近的这个点 到边界的一个距离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越远越好 咱们再来说一下 对应于右边这个 就是说我现在找到最边界上的一个点 找到这样一个边界点 使得它到我这个边界 它到我这个边界 这样的一个距离应该是越远越好 也就是说 我的一个决策边界 能离雷越远才越好呢 因为离着雷越远 会使得咱们决策边界越胖 越胖的决策边界 就是我们越想要的一个东西 再来说一遍 这个就是我们支持相机的核心 因为这是我们优化目标 一定要把这个理解了 这个如果不理解 我们后面这个东西 大家理解起来就更困难了 我再说一遍 就是现在我们要求解出来 什么样的W和什么样的B 能够使得离我这个决策边界 W和B组成这个东西 决策边界 使得它最近这个点 离我决策边界的一个距离 让它越远越好 这是我要做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这是我的一个通俗的一个解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我基地学习当中 要把我的一个我们在实习当中 要做的一个目标 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一个含义 怎么办呢 咱们来看 对于上二面这个式子 这不是我距离的一个公式吗 等于什么 咱们再看一眼 W的模分之一 右边有这样一个绝对值 WX加B的一个绝对值 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这个绝对值 看起来很不爽 绝对值咱们求解起来很麻烦 通常去往下 我们要把这个绝对值进行一个去掉 或者说把它给它进行一个 不管进行什么 反正把绝对值去掉就可以了 那怎么去掉呢 咱们再来看 绝对值里边什么 原来是一个WX再加上一个B吧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学测边界啊 相当于是我预测的结果吧 那我之前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预测值 你看我预测值 乘上我的一个Y 它必然是大于零的吧 而且呢 这个Y啊 只有可能是取正一 要么取正一 要么取负一 取不到其他值吧 那你说一个1乘上任何数 还是等于那个数本身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 咱们再来看 我把上面这个绝对值 进行一个展开 怎么展开啊 你直接乘上这样一个Y 这不就完事了吗 因为这是我的预测值 这是我的标签 它乘上标签 标签只有可能正一负一 最终结果是不变 而且它是横大于零的 这样呢 我就可以把咱们的一个绝对值 进行展开了 那咱们来看 把我的一个点 到直线的一个距离啊 进行了一个化解 化解 咱们再来看 这W的1乌2 照样拿过来 没有变吧 只不过说啊 绝对值里边什么 绝对值里边原来是一个 WS加B 咱们先不看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一个X 原来是WS加B 现在呢 乘上了一个Y 把绝对值就给它去掉了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有这样一项 对于我们现在展开完之后啊 我的这个式子 它仍然是一个成立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任务啊 咱们现在展开了 展开完之后 我得到了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那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啊 咱们要干什么啊 咱们再来接着往下去看 现在啊 咱们要先说一下 我的一个用化目标 大家可能刚看到这个式子 哎呀 觉得这个东西看着蛮长的 什么意思呢 再给大家概述一遍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要使得啊 我离决策边界 那个最近的雷 让它越远越好 咱们来看 什么样 咱们来看啊 这里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命 一个是Archmax 咱们来看 命值什么意思啊 命值求的就是 什么样的值啊 先去求一个最小值 最小值什么啊 最小值啊 找到啊 当使得离决策边界 最近的那个样本嘛 其实你看啊 就是说 咱们的距离W模啊 我给它提出来了 里边不就是我距离公式吗 我让我那个距离 它越小越好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这是我求距离的 那个式子嘛 只不说 把W模提出来了 对于我啊 当前求这个距离 我说什么 距离肯定是最小的吧 离决策边界 最近的那个样本点 所以说 这块求什么 这块求了一个命值 相当于啊 咱们先去求 它的一个最小值 然后呢 确定最小值之后啊 咱们来干什么 外面又求了个什么 外面又求了一个最大值啊 这什么意思啊 先找出来最小的那个样本 求出来这样一个距离 再去算什么样的W和B 能够使得这个决策边界 不是决策边界 使得这个雷到我边界的一个距离 能够越大越好 这个优化目标啊 大家现在理解了吧 在给大家一定强调一遍 这个就是我 指向机当中啊 最核心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要优化什么东西 大家啊 一定要明白啊 就是我的一个命 和我的一个阿克迈斯 分别啊 做了一件什么事 里边命是求我最近的那个雷啊 是哪个 外面呢 让这个雷到我平面的一个距离 让它越大越好 这就是我优化的一个目标 那现在啊 咱们现在既然有一个目标了 但是看起来 这个目标啊 好像有一些繁琐吧 看着有些长 我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啊 再简化一下呢 咱们再来看 对于当前啊 我的一个决策方程 哎 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件事啊 刚才我咱们怎么说的 Y乘上一个YX 它是一个很大于零的 那把我这个式子 我能不能再定义的严格一些啊 或者是定义的再给它 就是定义的 能够使得咱们式子进行化解啊 所以说啊 这里定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 我可以通过一个放缩 什么叫放缩啊 原来是一个WX加B 然而我现在给它放缩 是变成什么 就是原来是Y等于WX加B 那现在我说2Y等于2W加2B 是不是也可以啊 相当于是等比D的扩大 等比D的缩小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啊 对于上面这个式子 我总可以通过一些放缩的手段 使得呢 我的Y乘上YX4原来大于零 现在我让它横大于1 可不可以啊 显然这个东西啊 也是一个成立的 因为你等比D的放缩啊 相当于最终的一个值 大小会议进行一个放缩嘛 那这里我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值 我说啊 现在啊 我认为Y乘上一个YX4 让它的一个结果值是横大于1的 原来啊 咱们是不是说横大于0啊 现在相当于什么 我把这个定义啊 定义的更严格的一些 上面的式子啊 永远都是横大于1的 那大家啊 现在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了 你折腾来折腾去是干什么呀 原来大于0好好的 你为什么给它横大于1啊 咱们再往下来看 大于1的好处啊 就在这里就是 原来这是大于等于1嘛 原来大于等于0 现在大于等于1 那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啊 这跟我下面框下来的这个式子 它俩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你看Y乘上W加B嘛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啊 对于下面的式子 咱们要求什么啊 我还要求它的一个最小值啊 那这块好像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它横大于1 永远大于等于1 这块我要求最小值 那我认为它的最小值是1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做了一个放松变换 做完了一个放松变换之后啊 会使得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Y乘上W加B 让它横大于等于1 既然横大于等于1 那最小值就必然是等于1的 我现在做完了这样的一个变换 做完了这样一个变换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吧 由于它是横大于1的 所以说呢 把右边的式子怎么办啊 那最小值就1呗 1乘任何数啊 还是任何数本身嘛 所以说我把右边这个式子 就给它约分掉了 约分完了之后啊 咱们现在剩什么了 现在就剩下这样一个式子了吗 右边这一片啊 这就没了 因为我做了这样一个变换 那现在这个问题 看起来就简单一些了吧 什么样的W能够使得 W的模分之一 它的一个值能够越大越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函数 那现在啊 咱们是终于经过了系列推导 把我的问题啊 转换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W能够使得 W的模分之一 它的值啊 是越大越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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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